你好 欢迎收看10月6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配合台东支援周边建设 县政府同时进行体育馆旁 台东公园及福人社周边道路工程 建设处也和相关地主来协调 希望可以让台东公园和桂林北路口洞械 可以更加顺畅 未来完工之后呢 民众从桂林北路 即可快速到达体育场的儿童游戏场 提供优质的亲子游戏空间 这边入住口没有问题 但是要出来的时候 那边斜角没有抓住的话 配合台东支援的工程 一旁的台东公园周边道路 也陆续的施工中 为了让交通动线更加的顺畅 建设处也积极的与相关地主协调 那县农会兼给县政府的 第一场用地 在其中的这个部分 台东公园这个部分 我们过去的入口是临时的入口 我们现在正式的在我们的土地上 正式的开闭一个大概将近十米的道路 在前一段将近十米的道路 就经过湖人舍前面这个地方 然后接到那个巷口 巷口后续的话 就是人行道跟那个车道是分离的 这个地方将来进来直接可以到体育场 或者到儿童游戏场 或者到体制能员区 都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 在未来的发展 不管是做什么用途 至少它进来的动线 都能够很方便 将来做其他的规划 也能够利用我们做好的道路 来做使用 这是我们在现阶段做的部分 那因为出口的部分牵扯到湿人的土地 所以我们也请体长协助来协调 如何在出口跟桂里北路交叉的地方 能够抓镇 因为这个路将来使用是几十年的长野要使用 希望这个路行进来的出路口 考虑到将来出路的安全 我们希望把这个路的出路口能够做完整 所以我们目前有些部份的土地 请向外的地主来做配合 然后我们今天在做协调 也很感谢里长的配合 里长的协助 建设处表示 为了让民众有更好的行车动线 在福轮社入口处 特别将路口加大 让车辆进出更加的方便 也能更顺畅地到达体育场 儿童游戏场 让亲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空间 记者潘俊瑋台东市报导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